不過有關於這個助理費啊 被有人爆料說這樣申報不實 你自己這邊要怎麼回應 設計事情事實上應該是三四個禮拜前 有人在社群網路上面就是惡意帶風箱 因為他寫了什麼106次一次領2000塊 就領了212萬 那張截圖我們有把它截圖下來 那我有說我有必要的話我會去提告 所以他在10分鐘之內就撤下來 但是基本上大概這個我印象中好像在 某一家政論節目裡頭也被討論過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因為後來也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請了當時的總幹事還有去拜訪了會計師 那會計師是跟我說交通費有交通費 他說基本上大概就是車馬費 所以他有一定的申報的方式 那他認為這是合法合規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總幹事我也相信專業的會計師 所以我就認為應該是我們這樣子的申報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會有人質疑說他怎麼包那麼多 那要這麼講其實我有我從立法院下來之後 我還是有兩三個助理 那當時是在黨部領薪水 所以他們隨著我來這邊選舉是做一些文書的工作 跟聯絡的工作 那地方上面大家都知道我去年七月到這裡來是空降來這裡 說聲的海線我一個都不認識 所以當時大概就是過去民眾黨的台中市黨部的主委郭達鴻 那他就志願來擔任我的總幹事 那我相信他因為他一定是比我熟 所以他就把過去一些2022的選舉的時候的一些志工或者是一些黨工 那願意來幫忙的就來幫忙 那大家都知道在海線事實上 就是這些黨工跟志工都是從市區來的 所以在交通上面他們要自備交通 那有時候就是每天當然當時我們有請教過會計師 那總幹事是說他有跟會計師談 那就是當然是要就是如實合保 就是他們有加油或者是有車馬 但是有一些後來就是因為覺得這樣子很麻煩 所以大概就是去請教了會計師 他認為是說談好就好像你去上政論節目一次的車馬費三千塊這樣 所以他後來我也相信會計師的這樣的一套說法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合法合規的 是有人說怎麼領那麼多 剛剛在我們群組裡頭說你六個月才領21萬 這個這個因為你知道我們海線浮遠太遼闊了 再加上為什麼這些人要跟著我到處跑 因為除了立委的選舉之外 我還要幫黨衝政黨票 所以基本上我會到市區 我甚至會到籃頭 我甚至大家應該知道了 我會彰化甚至就是到各地去 那我最遠還跑到高雄去 那因為這些人去了就會幫忙想說去了幫忙發一些小物小文宣 所以這些人那甚至在比較偏僻的賈安埔大安外埔那邊 他們大部分都是徒步 就是發文宣這件事情 那可能就愛家愛戶的去拜訪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三四個禮拜前那個網軍二稿之後 事實上我有去了解了一下 因為基本上一樣我在柯主席的競選經費裡頭我講 有時候自己候選人不是清楚那麼細節 但是也經過這件事情 我也跟總幹事跟會計師我們有坐下來談 所以最後會計師給我的施說 我這樣子的申報沒有什麼問題合法合規 委員現在外界比較質疑的是說 因為在您的政治現金的申報上面 其實您剛才解釋的那些工作內容 其實他們應該也算是您的助理 只是說您的申報的這個項目裡面 都沒有所謂的人事費用 而是都是以這個交通費來報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有所謂的規避 所謂的勞監保 外界是這樣的質疑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了 我還是有助理 零薪水是因為一直都在黨部零薪水 所以這一個部分大概就比較沒有辦法呈現出來 那這些黨公子他們就是自動會去排班 因為後來總幹事就覺得說 他們並不是每天一定按時間 所以就是有的人找班 有人晚班 有人到哪裡去這樣 所以大概就後來他們有弄了一個排班表 那就讓他們自動去排班 所以顧問這11筆 依照您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他們都是來幫忙的製工嗎 您申報這11筆的交通費 並非是助理 那個總幹事沒有把它定位為是助理 就是說有些 其實 就類似地方上面 類似就打工宅這樣 因為之前網軍裡頭還說 其中有一個人 什麼又領了我的車馬費 又去領了什麼廖偉翔的車馬費 說真的這些人他們本來就是 會幫忙去發文宣 就來來去去 所以他有可能他來一段時間在我這邊 那有時候他覺得在市區會比較近 他說到貝勒候選人那邊去 那他們指出說這一位好像領的 在你這邊領比較多 在那個廖偉立委那邊好像領的比較少 怎麼會有這樣的差 至於裡頭講到就是說每個人領的 比如說一千啊一千五兩千這些 我想這些我也問過我的總幹事 總幹事是跟他們一個一個去談 談定合定的 我想這個是合一雙方的 所以我還是會相信這個 對一個候選人來講 我沒辦法管這麼多的細節 但是我最後我覺得 第一我們沒有福報 第二我們就是有這樣的人 他來幾天 他們按照頒表來排 我們就是這樣子報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 讓報福報的狀況 那會計師也簽證了 那我也問過他 我親自去拜訪他 而這位會計師事實上 他在台中事實上 就是說他也幫很多的候選人 都報政治獻金 那過去因為有幾年下來 他都是幫忙很多候選人在報政治獻金 所以總幹事找他來的時候 我認為他是一個很專業 也有經驗的會計師 所以我想選擇相信他 國民議員 因為外界有說這個藍白河的故政 他們有質疑 就是說 因為您跟廖偉翔用同一個人 那大家就說 這是不是另類的藍白河 那剛才廖偉元他自己有一個說法 他說 是不是藍白河要問您 那您的回憶是什麼 没有我刚刚讲了 就是说这些打工仔他们可能 因为我们是排班 那有时候他就会觉得说 因为我有跟几次是跟尾翔 不管是我们办法座谈会 或者是我们去扫街 或者是我们去拜票 所以可能这个打工仔 他觉得有一段时间 他觉得在市区 会不会对他来讲比较方便 这个我觉得我都尊重每个人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有符合这样的法规 去申报就对了 另外就是请教一下 就是你刚刚其实脸书也有PO 就是说可能是那个招刻意或栽章 把那个特定志工后面的那个 多一个零这个部分 这个大家应该有看过那一个图吧 我有截图下来啊 就是他们就是之前 这是我一开始讲的 三个礼拜前 我看我把那张图找出来 不要我想打尿尿给我 等一下再处理它 他跟你说他刚才说 对他刚才有受访的方法 我们两个要串供吗 没有应该是没有啦 大概我看一下 截图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截图的内容喔 就是三四个礼拜前 有一个截图的内容 我刚刚等一下喔 这个是这个啦 就是那个爆料的截图 就是这个爆料的截图啦 里头他就想说谁 然后怎么106笔的交通费 那每笔2000元 合计212万元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50笔 然后就150万 我觉得这个网军刻意的带风向 这件事情我觉得要谴责啦 那我觉得 那因为大家当时就有人跟我想说 他是在什么群组里头 磕魂着民众党全国粉丝后援会 我告诉你很多客串的客粉 都会来这里乱搞 那我觉得网路上面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不可以这样子去恶个 不如你们认为说 其实也离开民众党这么久了 然后现在又被这样子风波扫回来 自己有没有一些话想要跟 不管是客主席也好 或者是说哪边网军要 或是那个支持者也好 我想我趁这个机会 我也要跟大家讲 台湾民众党成立五年来 我觉得风风雨雨 所有的风波都不断 那整个社会不是很在意我们 而是拿着放大镜 显微镜在检视我们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的 那也让我们战战兢兢 那再来就是说小党 第一个可能有些很经验不足 但是我们也愿意去请教这些专业的 那不要说 有时候我的团队说 不要 因为我们是小党 你就欺负我们 对不对 如果要用政治现金这种事情 去放大镜去检视 那我们就全民大家一起来检视 所以我还是要呼吁 尤其是在这里也趁机 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 跟社会来讲 柯文哲主席的政治现金的爆发 会不会也是有人这样子恶意去栽账 我告诉你就是一传十传百 那他就会变成以假乱真 因为这个比数太多了 我在地方选基本上是没那么多 但是以柯主席来讲 我给你讲候选人他真的不会知道是细节 那一个团队里头一定要大家去 大家有碰到问题的时候 大家坐下来 那可以像我这样对外讲 所以我也希望社会呢 静下心来 让柯主席的团队好好的去厘清问题 然后才能够跟社会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报告 来做一个报告 或者是来跟社会来做一个厘清 那同时我也会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的网军很恶意的栽账 很恶意的带风向 我也觉得大可不必 所以我这样相信 台湾民众已经第五年了 我相信我们还是会挺过去的 让大家静下心来 让大家好好的把问题理清楚 我觉得这一关挺过去之后 我跟你说 我要说一句话 打断骨头电斗用 好不好 我觉得要给我们 尤其是台湾民众党 还有这些第三势力 一定要团结起来 当然他们会觉得说 这次柯主席拿到369万票 会有点影响力 是不是这个趁这个机会 要来什么灭党 什么团灭 我觉得这些传言都有 那到底是真是假 我觉得我们的国民 还是大家都有智慧的 那这些小草们 这些支持我们的民众党人 我相信都还是有智慧 可以去判别的 所以这里我想就趁此一次 把它说清楚 顾问想问一下说 其实在申报的细项里面 有一个人他是拿了 交通费一笔就是4万 然后拿了5笔 总共20万 因为跟其他相比 一个人都是拿两三千 但他一个人拿了4万 这个跟其他是不同的 他是助理吗 还是他一直职工 哦 这个早上总干事 有打电话跟我讲 他说可能记者会问的是这一个 那陈雪理事长 他是当时是 我来台中之后 我必须要有一个政策小组 那他是负责帮我 就是跟我对话谈论政策的 所以他大概就是每个礼拜 那他会从市区来我的选区 跟我谈那个政策这个部分 那这个至于交通费的部分 我说他怎么会是报这样子 他说这是总干事跟他之间就是谈好的 那我想一样我不会知道细节 但是我没有福报 那也问过这样子的 那他们之间他是同意的 郭文,你最近市长对于最近的情况有跟您表达犯行吗 我昨天才写给他的秘书 我说给市长 在台中给市长有一些这样子的麻烦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郭文另外就是说那个 柯文哲主席那边啊 最近就有上班的问题被告示了 那这两天有跟他联络了吗 有啦他有请秘书说看我什么时候时间有空 我们就坐下来聊一聊 我想过一段时间一样等他先把这些 风风雨雨的事情都解决了之后 我想我们会坐下来聊一聊 那我也想给柯主席喊话一下 要加油,静下心来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既然在监察院里头 我跟你讲不用媒体去爆料 不用网军恶意去搞鬼 我想监察院如果觉得我们抱有问题 已经过了半年多了 他一定会通知我 一定会通知那个柯主席的团队 柯文想问一下 就是先报账目有一笔是那个方姓 之前有选民长那一位 是 那他有报一笔就是五万跟一万多元的账目 那他那个是以什么名义去报的 因为他也是交通电话 对,这个早上就是我跟总干事通过电话 对,他说这个就是你们记者会想问的 一个是陈雪梨,一个是防风人 那因为防风人 因为他就是住了每天的一些交通 然后他再来就是他要负责去一些干部 所以他车子上面 就是他有一些 有一些来帮忙的 发文宣的或是成一组的 那我有问他 我说他报的跟别人家比较不一样 他说总干事跟我说 那也是他个别有谈过的 所以我想还是一样 就是说这个个别总干事 跟个别的人谈过的 我就相信他们 那如果这样的工作量不一样的话 为什么不帮他们 把他报成是助理的名义 就是以这样子来讲 他不是对他们也更有保障吗 对,这个时候我有问过会计师 那会计师说是 有时候是 总干事跟他们讲好 有些是个人要 就是 印象中他是说 有些人是这么要求的 所以我们尊重 盧市长今天早上好像有 特别针对您的问题 有稍微 讲了一个故事了 他说他以前在 国中的时候参加科展 都是获得第二名 但是第一名从缺 但是大家都还是会为他拍手 因为他的数学很好 所以他请各局科室 要好好的把关好 你怎么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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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给我的鼓励 然后我想 也要对盧市长讲一下 因为最近 民众党的新闻量特别的多 那也给 可能也给市长制造一些麻烦 我在这里要跟盧市长说抱歉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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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